大家看到了 现在双方的第二盘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1比0 丁宁一直是中国乒乓球值得骄傲的人物 因为在这个旅游运会的时候 在闭幕式的时候 他是打棋的 1比2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 我俩正好坐一个飞机 当时见到他以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次你表现的真的不错 他也非常谦虚 1比2 我觉得一个运动员的成功 他里面都蕴含着一些必然的因素 你看丁宁他性格比较开朗 而且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一种劲头 再加上原来身体素质整体上 你看个子也比较高 柔韧性 协调性各方面都比较好 但是力量弱 但是在这个力量问题上 在几年前就着力去解决 而且更大的一个可贵的地方 就是他经常教练员 教练组给提出一些改进的方案 他乐意接受 愿意去尝试 这都是他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奥秘 杰老师 杰老师 那个今年拼超我觉得就是更加突出了一种新的现象 就是这个叫什么球迷团 你看刚才这个画面给到了这个丁宁的这些粉丝团队 打着丁宁的这个条幅 无论是可能国外去的少一些 全国各地这些拼超 无论是走到哪里 这些粉丝团都跟着 包括张继科 南队也是一样 这个马龙 樊振东 许欣的这些球迷也都跟着 包括前一段时间在中国打那个 中国奉开赛的时候 在成都 对 张继科的球迷也都飞到了这个成都 所以呢 这个一个是 像以前我好像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文艺界的 都是那些影星那些粉丝比较多 对吧 但是这个乒乓界的这些球迷啊粉丝 现在慢慢的这些团队也在也在壮大起来了 没错 而且很多很多这个特别是对这个90后啊 对他们来讲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啊 他们崇拜英雄 崇拜这些体育明星 因为这些体育明星呢 确确实实在他们的身上 看到了那种奋斗不息的精神 看到了勇往直前的精神 看到了他们在比赛场上面对着困难 不断地克服困难的勇气 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一代的成长都非常有好处 米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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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家里这个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他力量也够 但是要想赢冰赢 确实太难了 五位失误很少 还幼年同时呢 球的还有技术特长 想得分的时候 你看他那个正手一上来冲那一板球也很凶 对 确实现在在当今世界拼坛上要想战胜丁宁的话 他确实是呃 必须要成为这个一等一的高手 一等一的高手也就是他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技术能力之后还要有必胜的信念 最后呢就是在这几方面融为一体 也就是人球合一你才能跟丁宁站在这个对面 较量较量到最后呢 因为就是很多队员在打着打着之后 不显山不漏水的就已经拉开距离了 呃也就是叮咛的这种韧劲超出常人 嗯 所以打到最后可能就是呃 败就败在这个不能够一鼓作气 你可以就像这个星星之火一样 就是说打一个漂亮球打一个好球 但是到最后一看比分肯定还是丁宁领先 嗯 7比10 现在就是你说这种情况 嗯 你看李嘉义刚才的进攻很多 很很抢眼 对 但是比分还是在落后 嗯 超网 重发 李嘉义是现在辽宁籍的运动员 辽宁籍的运动员 蔡老师就是这个左手运动员比较多 所以你看他的出手还有线路 他打左手是非常好的 嗯 也就是对付左手能力这么强的队员 跟丁宁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 嗯 但是呃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啊 其实并不是说多少张面孔代表多少对手 而是几种打法代表几种对手 没错 所以就是对李嘉义而言 就是说对付左手怎么打 刚才这个刘伟给大家讲的这个非常重要 叮咛呢现在是多了几分这个持重啊 显得很稳健 嗯 换头型了 一比一 李嘉义这名运动员现在也在国家一队 呃是辽宁籍的这个运动员 呃应该说跟前两年相比 他也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提高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作为这个 这个俄尔多斯1980的这个二号主力 他再去拼丁宁的话 从画面上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出他的这种一身轻松 嗯 嗯 这个这个属于是装脚的不怕穿鞋的 嗯 就那种拼地儿这个是没有问题 心态目前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技术上如何能够稳得下来 不缺这个凶猛之力 呃但是就是说这个要一定要减少五位失误 没错 一定要稳一些 你才能呃成为叮咛的对手 没错 哎如果你要想赢啊 你你你你你失误太多是不可能的 对 你看内蒙古师范大学今天所营造的这种氛围啊 包括呢 他这些呃为这个主队加油的这些学生 我感觉呢还是能够感觉到能够把人们的那个情绪给带进去 是确实是这个刚才蔡老师讲到这个 这个拼超放在大学的体育馆 其实是引领了大学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这种发展 是一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对学校而言非常好 并且对拼超的推广来讲 其实我觉得这个嗯 两者相得一丈 哇这个球太高了 首先第一板李嘉义能够在相持当中拔出手来拉一个直线 大家看这个直线这个球非常高 但是呢人外有人叮咛又回了一个直线 你看他的习惯是什么 冲完直线一般人啊回不到直线 他就在侧身位等着 他拉完这个直线就已经往反手位走了 这时候叮咛呢就是又给了他一个直线 所以说这个这个 确实是这个高就高 在这个一招一试都在给你破解 就是还没等到你下一招出招呢 这一招已经给你给你破解了 你看那一个球会影响他的心态 也就是说什么被这叫被算住了 嗯 漂亮 嗯 你看丁宁啊 就有一点给人感觉像一张大碗子一样 哎 他支起来以后你就打不倒他 对 然后就是怎么回的问题了 嗯 你看现在突然向前 嗯 加快速度 刚才那个球就是 呃 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蔡老师 就是那个李嘉义啊 你看现在就是在一个节奏 全部都发力 就是放不下来 他的力量 直接放不下来 所谓的收放自如 你首先要收住之后 你才有了无微失误减少 之后放出去才有杀伤力 这两者 现在是全部都在往外放 全部都在往外放 没有收 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一个火红 这就是打到最后打的是一个艺术的乒乓球 就是还没有做到 只是说呃有这种勇猛的这种拼劲是不够的 但是也看到李嘉义的这个进攻确实有危险 这是一个基础 对对对这是一个年轻运动员必须具备的一种锐气 没错 但是通过这种冲击力看到就像蔡老师说的像一张网 像钉宁的这个技术 让我更觉得这个钉宁确实是用用四个字来表达 就是说道行很深 漂亮 就有一种打不动的感觉 没错 这是看到这个钉宁啊 他手上的功夫啊 确实非常深 你看这种球 嗯 带着摩擦角度又很大 可以真是有点疑待劳 看起来费不大劲 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好 对对对对 就好像还没出招呢 嗯 已经躺下一片了 哎 刘伟你能不能点评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能不能听到一些企业方面的反应 对这个拼超说我出钱了 嗯 我支持了一支队 嗯 但是我呢 嗯 在哪个地方还不买的 或者说还有什么诉求 嗯 我觉得还是缺少一些沟通和交流 你比如说内蒙古这支队伍 今年是威尔多斯1980赞助 嗯 他们认为就是一个冠名赞助商 但是他们通过画面之后 一个合作 呃 肯定是 共赢或者多赢 没错 一定不是一个独赢的一个局面 嗯 嗯 并不是说就是一年或者是怎么样 他确实是 呃 就像这个混双双打搭配好了之后 也得也得有个几年的这个磨合期 我觉得这个沟通交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最终啊 他这个体育搭台经济唱戏 没有钱啊 这个超级联赛走不动 嗯 但是钱 现在呢也不能够说企业没有意愿 必须让他支持 这个也不行 嗯 所以必须得自愿 自愿最后的结果就是多赢 对啊 那么多赢呢 就刚才刘伟讲了要沟通啊 就是跟企业让他理解体育赛事 是吧 他这里蕴含的一种 永不言败的精神和企业的这品牌价值如何结合 嗯 另外呢怎么样通过我们的现场给企业更多的回报 对 让他不仅仅对他的形象提升有好处 同时对他的产品的增销啊 也有好处啊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有更多的人去愿意赞助体育比赛 对 那如果有更多的人赞助排队的时候 那这个价格就上去了 嗯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平超在这些年进行的这些尝试 基本是照着这个方向 已经迈出了可喜的这几步 对 但是这个合作啊 就是取决于他对这个认识的这个内涵 也就是这个其实体育比赛 它是什么 有一种体育精神和冠军精神的引领 嗯 那么这个企业它是不是一种用这个冠军精神做引领 你比如说奥尔多斯1980 它的这个销售量在全国来讲连续几年都是 价格都高啊 嗯 买一个球星是吧 他们的上亿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乒乓球的这个运作的空间啊 在里面还是非常大的 对 文化首先在中国呢 大家是认可的 嗯 包括这些企业 包括这些领导人 很多都能打球 三比五 都是在这个乒乓球的整个的成长过程中啊 跟着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挖掘还是还是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啊 就是在这个体育竞赛的如何促进商品经济啊 如何建立企业品牌啊如何置入企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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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的精神理念这方面都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嗯 漂亮啊 5比5 李嘉宜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对 速度上叮咛呢 有的时候也是 这是他的一个短板 可以说啊 他你看他的有时候来不及 嗯 超 5比6 这场比赛对李嘉宜而言 应该说把自己的技术能力充分的都发挥出来了 嗯 应该说打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这种基础上如果说要有所突破 有所超越的话 其实是在一些不显山不露手的一些球上面 能够你比如说揭发球不要直接失误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这是孙鼎顺 这个我那天 老教练啊 对老教练 那天我就说这个1980有意义啊 今年1980这个赞助吧 完了孙老师是1980年开始带我 带了三年 完了带到国家队这种 哎呦 我说这个1980 这个一下找到这个这个过敏了 嗯 你看这又是 这这叫相持阶段 蔡老师6比7嘛 这就是相持阶段这么大 开 李嘉宜这几球打得非常好啊 基本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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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就可以说十分完美 但是如何坚持 对 就是在叮咛变化的时候怎么应对 你看就这种球不要直接 不要直接这个吃发球 太急了 太急了 李嘉宜 李嘉宜 8比8 这就是丁丁的经验 嗯 在这时候啪 换两个发球 对 然后呢李嘉宜就显得有点慌 啊第一个就仓促抢攻 你看这个这个全是前三板的球直接失误 漂亮球是他的 但是比分是落后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时候就要什么 缠住 缠住对方怎么缠通过每一板球 就是一定要打到争取打到5到8板 嗯 不要前三板一下 接发球直接失误 发完球之后你看这全是失误在前三板 也就咬在球上咬不住 10比8 这是砍出这个老将啊 他这个沉稳 到关键的时候有变化 嗯 又是下蹲砍尸发球 走了 11比8 丁丁三比连胜 谢谢大家